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藏在她身上的秘密开始显现 今天小金给大家带来的电影是 上映于2022年的美国恐怖片《恶魔的光火》 安妮从小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但母亲每晚偏执疯狂的行动 让她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伤害 母亲时常温柔 时常暴躁 后来母亲永远地离开安妮 这成为她内心永远的伤痛 成年后 安妮来到波士顿的驱魔学校 这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所有的驱魔课程只对牧师开放 作为修女的安妮无权参加 这让安妮十分向往那些神圣的课程 但是她只能学习基础的护理课程 下课之后 安妮推着小车送餐 床上的老头始终盯着墙上的音响 对安妮的存在毫不关心 但她丝毫不气馁 而是推车来到第二个房间 这里住着一名小女孩 她由于癫痫发作被母亲送到这里评估 女孩看上去十分可爱 安妮心疼地坐下来和她聊天 还送上一枚巧克力糖果 对此女孩一脸严肃地表示 自己很喜欢安妮 随着夜幕降临 安妮在宿舍里盯着那把梳子发呆 这是母亲留下的东西 当痛苦的回忆浮现在眼前 安妮连忙将其锁进抽屉 起身关上一旁的窗户 谁知却在玻璃的反光中 看到小女孩的身影 安妮大惊失色 连忙转头看去 可身后房门紧锁 倒是门缝下似乎有人站在外面 这让她十分紧张 小心翼翼地检查起空无一人的走廊 最后安妮一无所获 但是这种诡异的感觉却如影随形 第二天 安妮在病房走廊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这让她寒毛直立不由地四下检查 阵阵低语在她耳边响起 安妮疑惑地转身 谁知小女孩却莫名其妙出现在她身边 安妮被对方吓了一跳 女孩表示不喜欢自己的房间 这让安妮更加不可思议 她究竟是如何走出那个有着密码锁的房间 面对这个询问 女孩顾左右而言她 她只是将昨日的糖纸放在安妮手中 露出甜美的笑容 将女孩送回房间后 安妮在楼梯上频频听到细碎的低语 循着声音她来到一间教室 里面坐满年轻牧师 老黑正在讲述驱魔课程 见此她悄悄溜进课堂 听老黑分析投影上的案例 老黑告诉学生们 被附身者是路西法的士兵 驱魔就是一场战争 神的旨意是驱魔者的武器 一旦在驱魔环节犯下错误 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短短一节课程彻底引起安妮的兴趣 她来到图书馆查阅刚刚课堂上提到的案例 录音里提到的那个声音 勾起她有关童年的回忆 原来母亲曾告诉安妮 安妮才是那些人的目标 因为她是被上帝选中的士兵之一 这让她感到困惑 可后续的资料一片空白 以安妮的身份根本无从查阅 同时老修女得知安妮偷听了驱魔课 认为她违反学校规定 但安妮对此距离力争 可惜依旧没有撼动老修女的态度 她被赶回自己的工作岗位 安妮来到老修的病房 为她擦拭身体 专心置之中全然没有发现 对方手上的血液倒流 正在灌进输液袋中 老修开始哼起安妮母亲 曾唱过的歌曲 熟悉的旋律让安妮十分震惊 可对方却扭过头来表示 我们一直在等你 看着对方的皮肤升起黑雾 安妮警觉的向后退去 头顶上的广播传来母亲的歌声 安妮难以置信 想要夺门而出 可谁知此刻大门紧锁 老头竟赫然出现在她身后 狠狠捏住安妮的脖子 向她吐出七一的长舌 安妮抬手就要反抗 对方却将她顺势抓住 伴随着房间内的音乐声 翩翩起舞 安妮被对方提到半空 双脚不停挣扎 好不容易将对方推倒在地 可老头此刻却一脸迷茫 仿佛根本不知道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个事情引起校方注意 领导们在看完监控之后 老秀女主张将安妮送回秀道院 但一旁的老黑却认为 这不能解决问题 她准备和安妮一起共事 为此她力排众议 让安妮成为第一个 可以参加驱魔课程的修女 然而安妮的第一节课 就要面对实践 在老黑的带领下 她跟随其他男同学来到地下 这里被形容为地狱之口 用来关押被恶魔附身的人类 但是当那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玻璃之后 安妮的脸上 起码不可思议 于是她自告奋勇地举手 但老黑还是让两名牧师打头 他们接过十字架和圣经 在老黑的嘱咐才进入房间 随后特制的访问推开 两人手举十字架逼近 但女孩的脸庞却出现诡异扭曲 看到对方逐渐接近 她恢复天真无邪的模样 悄悄堵住耳朵 稚嫩的声音低声吟唱 同时她的双眼纵然翻白 其中一名牧师见此情况 连忙洒出圣水 可女孩却行动迅速 手脚并用地向后退去 只是一瞬间 她就如同支柱一般爬上墙壁 这一幕让众人十分震惊 此时屋内的电子设备受到干扰 老黑连忙指导两人一起祈祷 女孩在他们的祷告声中跳下墙壁 双眼开始恢复正常 可是她似乎能从单向玻璃看到外面的安妮 只见女孩用双手捂住眼睛 在她痛苦的嘶吼声里 女孩的手背出现伤口 里面涌出密密麻麻的蛆虫 见到安妮被自己吓呆 她拍打着玻璃说着放自己进去 意识到事态逐渐严重 老黑再也坐不住 竟亲自出马进入房间 只见女孩却在她的饮送声中 钻入床底 被子上出现人形隆起 可等到老黑掀开被子 下面却空空如也 床底的女孩将她拽倒 随后柔弱鼓鼓地折叠着自己的身体 安妮再也按捺不住 连忙拿起圣经进入房间 她不停呼唤女孩的名字 对方竟然真的恢复一丝理智 可还没等女孩说完 她就被神秘力量拽倒 恶魔似乎不满她开口说话 女孩的头发如同无数触手 钻进她的嘴里 老黑明白恶魔正在发挥 她连忙让两名牧师上前阻止 自己则举起十字架项链开始驱魔 身旁的安妮健壮也和她一起吟诵圣经 女孩体内的恶魔似乎无力阻挡 只见一只灰白细长的鬼手 从女孩嘴里钻出 她骤然放开头发 又在众目陪陪下重新缩回女孩口中 就在众人暗自庆刑恶魔消失时 小黑发现地上的画作 这让她想起自己的妹妹 而诡异的事情从这里开始层出不穷 夜晚安妮将白天使用的工具放回原位 透过玻璃 她看到房间里停着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 疑惑中她走近查看 谁知白布下盖着的尸体竟是自己母亲 她那双死不明目的眼睛紧紧盯着天花板 安妮不安地回头查看 可等她再次转身 台子上的尸体却消失不见 这让她长舒一口气 却没料到 母亲竟然出现在身后死死勒住自己 紧迫的窒息感让安妮从梦中惊醒 好在这只是一场噩梦 但此刻她已经无心睡眠 于是便趁着夜深人静来到女孩的房间 安妮向女孩询问起白天的经历 这让她再一次听到有关声音的事情 并且女孩表示 安妮也在那里 只是不同于那些坏人 安妮并没有冲自己大喊大叫 说着说着 女孩就进入梦乡 安妮试图再询问一些 跟女孩突然活动的手 让她意识到 女孩体内的恶魔没有被清除 于是安妮找到老黑 对方表示 现在能做的就是观察 如果事态继续严重下去 女孩只能被转移 安妮依旧想要拯救这个女孩 老黑却表示 她现在只能祈祷 安妮并不愿意放弃 她开始私下调查整件事情 在同学的帮助下 她溜进图书馆资料库 查阅大量有关被转移的案例 在这里 一名女性的资料引起她的注意 这是唯一一名被治愈的患者 通过录像带 安妮看到令她震惊的一幕 里面的女人在谈话间 竟然摘掉自己的鼻子 整个过程没有鲜血滴落 但随着她的讲话动作 肌肉在骨骼上不停运动 整个场景看上去既诡异又惊悚 女人表示 自己正在那个声音里不停分离 安妮一边做着笔记 一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 这么多年 她一直将母亲的离开 夹住在自己身上 她和那个女人一样 背负着巨大的愧疚感 离开图书馆后 安妮来到女孩的房间 但此时她的磁卡 已经无法打开房门 女孩的情况开始恶化 随时都有被转移的可能 为了保住女孩的性命 安妮找到老黑求情 她表示 驱魔不能只看到恶魔 还要注重受害者 作为人类的身份 因为恶魔就是利用 人类的愧疚心理作祟 就像那个案例中的女人一样 她因为自己的愧疚 邀请恶魔进入身体 以此来承受痛苦 惩罚自己 这一理论没有得到老黑的认可 反而她以路西法的故事 警醒安妮 不要避开教会 独自行动 这些话被站在楼梯上的小黑听到 她决定向安妮寻求帮助 其目标就是自己的妹妹 就像女孩的画作一般 她的妹妹也遭受恶魔缠身 为了帮助对方 也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 安妮将此时答应下来 跟随小黑在雨夜中来到她家 经过简单的收拾准备 二人开始了今晚 未经授权的驱魔仪式 安妮在妹妹的额头上画下十字 随即妹妹就开始抓挠着自己的腹部 见状安妮小心翼翼掀开被子 在她的皮肤上画下第二个十字 做完这些 昏迷不醒的妹妹突然睁眼 安妮告诉妹妹 不要给恶魔全力 随后她们开始驱魔 小黑举起十字架不停引诵着圣经 妹妹却突然向安妮询问 在安妮给予她肯定的回答后 妹妹的腹部开始隆起 摆在台子上的蜡烛骤然熄灭 在妹妹的嘶吼声中 安妮亲眼见到一只小手 似乎要穿透皮肤 就在两人惊恐之际 头顶上飞速旋转的风扇散架 妹妹见此发出邪恶的笑声 意识到恶魔正在侵占妹妹的身体 安妮捧起她的脸不停勉励 但疯狂的扇叶 甚至将墙上的十字架斩断 看着妹妹的腹部如同膨胀的气球 安妮提高声音 让妹妹坚定内心 同时让身旁的小黑开始吟诵圣经 随着一句你会得到宽恕 台子上的烛火重新燃起 妹妹的腹部恢复平坦 她们竟然真的将恶魔清除 结束仪式之后 安妮和小黑坐在阳台上谈心 这时她讲述起属于自己的故事 原来刚刚妹妹所说的话并非胡言乱语 安妮曾切实体验过 生命在体内生长的感觉 但那时她才15岁 根本无力成为一名称职的母亲 于是孩子出生之后就被送走 她悲痛欲绝 可无能为力 她将自己的十字架项链戴在孩子身上 希望上帝可以保佑这个幼小的生命 昨晚的精力给予安妮勇气 她第一次拿出那柄梳子开始梳头 但是过去的回忆如影随形 她还是在恐惧中败下阵来 此时 安妮感觉自己左眼传来一阵剧痛 她拨开眼皮仔细查看 竟从眼球中扯出一根头发 离奇且真实的感觉 让她异常震惊 以至于她没有发现角落里出现的漆黑人影 那人正歪头观察着安妮 只是等她再次抬头时 人影已经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 老修女敲开房门 她表示红衣主教正在等待安妮 在对方的带领下 她来到会议室 小黑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 校长表示 昨晚小黑的妹妹无故自尽 他们接到对方母亲的报告 安妮曾在昨晚试图对妹妹进行驱魔 很显然这件事情出乎安妮的意料 她原以为昨晚的仪式已经成功 却没有想到带来如此恶劣的后果 老黑表示 安妮他们陷入恶魔的圈套 昨晚的仪式并没有成功 只是恶魔的一种手段 但此刻 他们背叛了教会的信任 安妮因此离开学校 回到曾经的修道院 在这里 安妮见到了自己的医生 对方为她带来一本书籍 想让她以此度过无聊的时间 同时医生告诉她 学校里的女孩已经被释放 这让安妮悬着的心放松下来 脸上也露出久违的笑容 送走医生之后 安妮决定外出散心 这让她见到等在不远处的小黑 对方带来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 原来就在女孩离开不久 情况就再次恶化 她不得不被救护车送回学校 但是等到车辆停在学校门口 里面的残景让人瞠目结舌 神父和两名护理人员尽数遇难 女孩则目光邪恶地坐在担架上 不懈地看着所有人 为了控制恶魔 女孩被转移进入地下墓穴的拘留室 小黑明白 学校并不打算进行驱魔仪式 但安妮却对她的行为感到疑惑 只见小黑将一条熟悉的项链递给安妮 这是女孩交给她的东西 看着眼前的物品 安妮瞬间明白女孩的身份 而恶魔就是在利用她的女儿 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替自己受苦 于是在夜色的掩护下 安妮返回学校 小黑面对烛火做着最后的祷告 随后她将后门打开 带着安妮来到神秘的地下室 穿过层层神像 安妮在一扇铁门后见到女儿 同学们看到安妮出现十分震惊 但铁门后的女孩却终于开口 安妮想独自面对一切 但恶魔却毫不留情 她不仅熄灭所有灯光 甚至趁着黑暗 将所有闲杂人等清除 小黑见同学消失在黑暗中 连忙和安妮起身追赶 可惜对方已经毫无生机 见此他们明白 恶魔就在前方 两人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走 果然遇到了身穿白袍的女孩 对方用着稚嫩的铜声质问安妮 为什么要抛弃自己 但安妮一眼识破 这是恶魔的把戏 见到自己的身份被人识破 恶魔也不再伪装 禁止询问安妮抛弃自己的真实原因 原来母亲当年为了安妮牺牲了自己 如今的安妮已经明白一切 她在恶魔不懈的话语中抱紧女孩 随着一声嘶吼 安妮嘴中吐出白雾 刚刚紧紧相拥的母女 顿时倒地不起 小黑冲上去抱住女孩 安妮也在此时开始清醒 她拼尽最后一次神志 让小黑带走女孩 随后她的双眼开始变得浑浊 脸上也布满恐怖的血管 身体不受控制的腾空而起 见状小黑连忙撞开铁门 她嘱咐女孩 一定要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 看到女孩听话地跑远 她举起自己的十字架 准备与恶魔斗争 但小黑低估了恶魔的实力 就在她做好准备迎接战斗时 恶魔却出现在铁门之外 看着自己被安妮锁在门后 她不停为女孩求情 只可惜已经黑化的安妮 丝毫不听她的劝阻 不仅用神秘力量将她先飞 更是露出邪恶的笑容 寻找起女孩 躲在神像之后的女孩 被安妮一把抓住 眼看着她即将被恶魔 扔进圣井中淹死 安妮的神志在一瞬间恢复 她明白了母亲当年的种种行为 母亲的力量将她唤醒 她松开钳指着女孩的手 自己则发出愤怒痛苦的嘶吼 安妮与体内的恶魔进行激烈斗争 她站在圣井旁 将手中的十字架贴在额头上 小黑被她的嘶吼声惊醒 拿出钥匙 试图打开铁门帮助安妮 手忙脚乱之下 她眼睁睁看着安妮翻折身体 缓缓将脑袋进入圣水之中 在冰冷刺骨的井水里 安妮想起老黑和医生对自己的鼓励 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母爱的加持下 最终战胜邪恶 只见井水开始剧烈翻腾 推动着安妮回到水面之上 随着所有电力恢复 小黑伸手将安妮捞起 女孩看到安然无恙的安妮露出笑容 两人终于度过这场噩梦 得到清除的女孩平安出院 临走前 她将自己亲手绘制的画作 送给安妮留作纪念 而安妮也因为这场驱魔仪式 得到学院全体人员的认可 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在与魔鬼正面交锋之后 还有更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等待她化解 因为恶魔并没有消失 甚至存在于每一个角落 本片作为最新上映的驱魔类电影 在神性与恶魔交锋中 加入了人性这一元素 母亲这一角色贯穿全篇 甚至在最后将母爱的力量放大 是安妮获得与恶魔正面抗衡的能力 就像她的母亲曾守护自己时 安妮也为了自己的女儿选择牺牲 这一情感赋予整部影片一种盛光 在某种程度上 驱散了一部分恐惧 不过除此之外 安妮眼睛里近头发的镜头 让小青看得眼睛发痒 不知道大家还对哪些画面印象深刻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小青留言讨论哦 好了 请您分享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弃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